HELLO 了世紀 天天就不行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超險人對上為技能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黃金之流 再來看一下左手邊大約8點鐘出身方向的 藍色玩家YO 超險人 超險人的特色是挖石頭速度特別快 而且他的劍塔會自動升級 所以超險人塔攻也算是不錯用的 在城堡時代點下一層技術 還可以讓劍塔的射程變得更遠 甚至連火炮都沒有辦法輕易的反擊回去 超險人的打法比較配工兵科技會比較適合 因為他用過免費的工兵鎧甲 所以一開場就會看到帝國戰爭模式 封箭時代只有工兵的鎧甲 後期比較適合打強奴 或是走馬戰車路線會比較適合 那馬攻不適合的原因是因為 他沒有安息人戰術也沒有品種 所以馬攻成形起來血量會很少 會很難成形之外 也不太好獲得更多的防禦力 那我們看到這邊開局兩兵就在搞事了 朝鮮這邊已經拉槍兵跟肉馬開始在追 兩邊前期是在互打 哇這個戳到一下太賺了 我們工兵出來Cover一下 那這樣地圖是黃金之流 有點像超金草的河流版本 旁邊有非常多的魚群 前期還是要去多捞魚 因為四季帝國裡面撈魚的速度 跟打夜的速度是一樣快的 所以前面先撈魚 然後再派一些魚場 可以增加經濟科技優勢會不錯 但是ACCM這邊開局是選擇了維京人 那製暴法已經出來了 這邊製暴法也可以砸對方的單位 炸對方的工兵槍兵都可以 這裡一隻出來 有機會炸到嗎?往後拉 但是YO應該不會直接往前走 結果這個一炸 兩隻工兵拿下 OK ACCM這邊有點小心機 好這一炸兩隻工兵拿掉 暫時沒事 但是YO前面已經開始插箭塔 那維京人這個科技文明的 比較特別的是 他有免費輪軸技術跟手推車 所以他的經濟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那他比較適合走工兵路線跟步兵 步兵還有血量加成 那攻兵部分呢雖然沒有母子環 但是他有維京狂戰士幫 可以讓自己的步攻兵 攻擊力加一點的傷害 算是一個很好的攻擊力加成 那維京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步兵 那騎兵路線的話 雖然他沒有跟蹤技術跟品種 該用的時候還是得出 因為他經濟很好 出些騎士也不是太虧的選項 那接下來看到 維京人現在是打了一個 單碼頭但是沒有要繼續出兵的策略 反而是歪歪 這邊是蓋了一個箭塔 通鎖碼頭 然後出了三艘火戰船 那維京人在海戰出行 會稍微有劣勢地方似的 他沒有辦法出火戰船的關係 所以只能用戰艦去防守 那如果是出戰艦的話 需要很多的數量去反擊才行 而且也需要點下一擊射 這算是維京人前期的海戰的弱點 好 那ACCN這邊是決定打個陸戰 但陸戰工兵已經被毛兵擋下來了 YO這邊守得非常輕鬆 用了一個房子加一個毛兵 就擋住ACCN的進攻 那ACCN這邊是出了一些肉 需要來反制一下這些毛兵的部分 工兵部分還在往後拉 好我們先看一下兩邊會怎麼去打 好這裡直接用村民回頭打一下 出了一隻毛兵反擊回去 好弱馬打死了一隻毛兵 好這一個碼頭終於拆掉 ACCN率先點下城堡賽 好這時候的YO開始來挖石頭了 用這裡差一個箭塔的關係 拉兩個人去挖石頭 待會可以開TC或是要蓋 森堡 都是一個不錯的後續的經濟配置 日個人挖石 在這邊挖 好這邊肉馬往上 鬼經人這邊城堡賽合一分半 鬼經目前領先 朝鮮這邊時間大約慢了45分鐘左右 好鬼經在上方偷蓋了一個碼頭 但是被抓到了 YO這邊有看到 那現在中間的戰局不是非常明朗 YO這邊是補下一隻農田 這邊暫時用TG聯防 但是沒什麼開大事情 雖然被對方入侵進來 但還是能守 好他又補了一個碼頭 鬼經人城堡賽可能會打鬼經大戰船 也是鬼經常船 那圍巾長船是圍巾人特殊的戰船單位 有非常多的箭矢 欸這個是先按一個自爆法 跟圍巾大戰船 OK 會幾色也補下了 現在圍巾人上次冒失袋 出了一隻騎士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圍巾人不一定要執著於 一定要點科技產用 出起的時候是蠻適合 直接拿出來 殘血騎士攻兵 打這個戰毛兵或攻兵都很適合 好騎士出去趕快 但後方也沒有 唉唷 防空艦塔已經升級好了 好我已經打扮成出來 先打殘血的才對 好先射掉一艘 海戰優勢可以慢慢拿回來 弱馬死了一隻 OK 大戰船出來了 攻擊力是7點加2 9點傷害 但是他一次可以射4發箭矢 炮戰數量3加原本的1 N加3 所以就是 這個數量有點多啊 這個傷害其實蠻痛的喔 好那圍巾人的數量 現在是46吋 對上朝鮮48吋 但圍巾人一升到城堡時代 就有免費的手推測喔 這個經濟差距就會明顯地打開出來 那朝鮮這邊則是4次村民 開始挖石頭 有可能是要轉3TC 前一期的部分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打鬥 好 左邊這裡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朝鮮這裡雙TC 中間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直接控制了中間的這個礦區喔 好 現在AC這邊後方也補了一個TC 他自己的礦區全部穩穩的守住 好 那朝鮮人轉出了龜甲戰船 龜甲戰船 敵中速度慢 很容易被圍巾打帶跑 收掉 所以龜甲戰船一直沒有辦法成為 朝鮮的主流戰艦喔 就是因為他的射程跟敵中速度的問題 好比較薄弱一點 一定要還是要搭配火戰船 配龜甲戰船會比較適合 或者是龜甲戰船配奴炮戰船 這個坦克的職位也是不錯的 好 那目前看起來龜甲戰船 並沒有辦法幫到自己的戰艦 海戰部分還是有點劣勢 好 一次過來開始砍這些毛兵 後面龜甲戰船又來 這次被紀錄速度很快 又被收掉了一台 引起的打鬥 看起來維基人站上了上風 但是資源量並沒有領先對手 第12村對64村 維基人還是落後於對手 娃娃的經濟還是控制的比較好 雖然現在戰士輸了 但是經濟上還是領先 好 維基人這邊挖了一根城堡 想要直接插寶給壓力 但中間這個地方沒有辦法 可能要直接插這個位置 這張是插不下去的 好這裡要取消嗎 欸 直接硬插 這是假的 哇 直接插最深入的位置 哇 直接插最深入的位置 OK 提兩個貴加戰船出來 直接被收掉 好 YO也往前補了一根城堡 對 正把這個城堡蓋好 就可以把這裡的礦區給拿回來了 好 地龍時代準備補下 ACCN是一個雙TC速地網買賣上去了 好 外奧這邊也可以升級上去 在兩邊村民宿有所差距了 現在是83村對74 差距9村左右 好 朝鮮這邊開始轉馬功啊 朝鮮走馬功路線沒有品種喔 雖然之前也有直接選手打朝鮮馬功 但結果都不是非常好 好 這邊劍塔 開始慢慢往前伸插 然後給對方更多的壓力 後面騎士還在持續騷擾 城堡部分 輪斗技術硬幹的研發好 哇 這個劍塔真的有點麻煩 好 這連環塔三根 但我一技能直接補了一個城堡 直接拆除這些劍塔 這就是連環塔的缺點喔 雖然可以相互cover對方的劍塔 但是遇到一根城堡的話 會直接全部被拆掉 好 兩邊升到地龍時代 看一下電龍時代會怎麼打 維基人現在電龍時代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巨頭跟步兵路線 還有這個強弩喔 騎士路線的話 頂多使用輕騎兵喔 不太會打重裝騎士 這邊礦牆了回來 WIO現在急需黃金來源喔 黃金現在沒有辦法穩定開採 ACCM把這根城堡 拿下才有可能把黃金全部躲回來 但現在正面的壓力也是很大 但是朝鮮的劍塔 已經升級為大型劍塔 可以再支撐一些時間喔 暫時ACCM不太會有 那種被入侵的可能 剛剛城堡防守的位置我覺得蠻棒的 好 三級射還沒有補下 危機人現在經濟不是那麼的好 好 YO點下了一層技術了 待會射程可以非常遠 好 現在ACCM先攻擊的是對方城堡 因為城堡應該是能夠研發好一層 好 研發好了 射程變得非常遠喔 15點的射程 好 是13點 講錯 12加1 好 這個有攻城攻城室的火炮 可以沒有辦法順利反擊喔 這只能靠巨型頭11才能穩穩拆了 好 上方有被打出一個洞來 YO這邊沒有打算繼續出馬功 先斬出了火炮 然後來先反擊 危機人這邊的巨型頭11 那這個城堡應該是撐不太久 好 剩下一滴 被拿下 後面又有一些人過來挖黃金了 現在ACCM 城堡又可以在補一棟 但是家裡現在是產了非常多的巨頭 開始要拆除這些劍塔 好 我要這邊用劍塔增取一些時間 在ACCM家的附近 挖得蠻開心的 那現在沒有主力部隊要怎麼反擊回去呢 危機甚至連火炮戰船都出了 那危機人是擁有精銳火炮戰船的文明 所以待會也可以生精銳火炮戰船 這個火炮好像有點衰 居然被巨頭給打到了 好 看起來暫時沒問題 YO現在加力也開始慢慢佈局了 碼頭重新蓋下去 但是還沒有決定要打什麼路線 那以朝鮮來說正常打弩炮戰船就很強了 畢竟朝鮮人的戰艦有木材折扣截面 所以走一般的弩炮戰船路線 似乎是一個不錯的路線 危機人這邊可能要多出一點危機大戰船 雖然危機大戰船又有戰艦上折扣 但危機大戰船的造價是比較貴的 而且有精銳的升級需要去升 走一般弩炮戰船的話造價會更便一些 好 先來後方看起來 戰船的部分只有五艘 OK 再給點掉 好 戰毛兵也已經點好了 火炮戰船 把這兩個碼頭打丟之後 YO現在有穩定的根據地 只有上方這個位置 現在ACCN應該不要理這些箭塔比較好 先趕快上去把碼頭拆光 不要讓對方有一個好的根據地 那現在ACCN也在努力進攻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也是支持多了非常多的時間 好 這裡補下來危機大戰船了 這邊大型箭塔實在太多 因為火炮戰船射程也是只有13點 所以大型箭塔是可以反擊火炮戰船的 這就是朝鮮的海戰加陸戰厲害的地方 用箭塔作為眼部 讓火炮戰船沒有辦法這麼輕鬆的可以去反擊回去 這邊只能多採一些巨頭 但是巨頭直接被零炮戰船跟火炮給拆掉了 危機人現在海戰開始有點失利囉 好 但是YO黃金依舊是個問題 上方的附近雖然挖光了 但是主進的部分也快沒有了 如果再拖下去 ACCN的黃金可能越來越多 ACCN這裡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手部震動之根城堡 不要讓自己的黃金落入於敵手之中 好 這裡巨型頭實力要再多一點 危機大戰船 出量只有14艘 現在危機其實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轉衝車 危機的大衝車也是他後行的工程好主力 要應付這些大型箭塔 衝車是很好的辦法 而且也可以吸引對方的龍炮戰船 進行攻擊衝車 再用衝車搭配危機大戰船 似乎是一個比較好解現在這個局面的方法 不然這邊只用火炮戰船跟危機大戰船 是很難反擊回去的 好 還有這裡補他的手推車 跟轉瓦技術 好 殘疾射點一下 現在左側也有一台巨頭偷拆 但是村民直接拉出來開打 這些手勢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好 這裡大型箭塔 直接手勢火炮直接點掉 完美 哇 但是這個大型箭塔 打這些危機大戰船血量掉的有點多 ACCM 這邊還是想要危機大戰船 嘗試突破箭塔的防守陣線 好 我是覺得有點偏困難了 好 右側的位置暫時沒有事 火炮有在繼續招嗎 沒有 WILE的黃金資源 剩下18人挖礦 撐到激烈火炮戰船 有15點射程 終於可以用火炮戰船 反擊了異城科技的大型箭塔 那現在要怎麼守護這些火炮戰船 是ACC的當務之級 好 這裡危機大戰船開始反擊了 這件事需要非常的多 狄殺對方的炮戰船很快 但是沒有彈到血色的有點歪 反而我反而是有彈到血的那邊 沒起時間似乎有忘記 血淵這個科技 趕快補了一個大學跟修道院 火炮戰船開始舒服的 拆除這些箭塔 但是現在自己的城堡 也是被猛攻當中 這裡總共有 哇哇哇 5台火炮戰船 好 這裡本來想要上去硬點 但是沒有彈到血沒點到 好 這個火炮戰船 就成功的拿下了一根箭塔 還這樣打的有點緊張 OK ACCM正面的危機大戰船數量 開始穩定起來了 火炮戰船還在後方 帶死機 好 我覺得這個火炮戰船 直接拉到右側這裡 開始進攻這裡 把這個基地拿下來 這個箭塔一拿下 火炮戰船應該就危險了 那就有機會可以拆除掉 後方的火炮戰船的問題 好 左邊有一波小分隊嗎 ACCM黃金上非常多 YO已經窮到 需要點工會制度 維持自己的黃金量了 再撐久一點 ACCM可能就要用黃金砸死YO YO這邊要繼續一個辦法 想辦法圖到後方的經濟 這些區域才行 好 這裡是轉出了射箭場 要走火槍還是彈矛嗎 走彈矛也不錯 已經有這個折扣上的截免 好 ACCM這邊不管劍塔了 巨頭直接往裡面開 想要拆TC 現在危機人也轉出了戰毛V 兩邊護頭 彈道水源補下 局勢看起來對ACCM還是相當有利 但是支援總數還是YO領先 領先了5000支援 好 左邊的危機大戰船好像有點太深入囉 被這個大行進塔打到頭破血流 現在右邊的 腿已經大戰船也是出人正面硬扛 但是YO這邊也是沒有很急躁 慢慢的跟對方對打 OK 火炮戰船還在持續工程當中 現在火炮大戰船 北京的火炮戰船還是做到了一些事情 家裡轉出了一台火炮 雖然TC被拆掉了 但是巨頭順利拿下 結果這個衝車一出來直接把自己卡死了 OK 右側的奴號戰船開始殺了過來 現在海戰部分相當激烈 來兩邊都想要打一個多線 但是YO的多線好像更厲害 VCCM左邊的公司已經被瓦解 右邊的防守勢也快要撐不住 武炮戰船快要突破這根城堡了 這邊城堡又有更多的石頭過來修理 但是ACCM把一千多的石頭全部修理完了 城堡已經沒有更多的石頭 所以會靠買賣 哇 ACCM要因為石頭而把自己給修到窮死 但是ACCM最後還是沒有足夠多的資源 可以繼續修理 但是好消息是YO左邊的箭塔 終於順利拆除 現在要守護掉這個土地 高一點正面的軍事單位 危機大戰船要趕快繼續按 但是現在入戰的部分 YO也沒有想要給對方閒著 巨頭也重新造了一台 雖然中間沒有城堡了 但是黃金可以順利的開採 現在YO要把紅金拿回來 最後的辦法就是把箭塔繼續往裡面插 但是要插箭塔 現在也沒石頭 還插三個石頭而已 還要再買個110呢 這裡再補了一些碼頭 完蛋了YO 這邊戰艦開始不太夠黃金花了嗎 危機大戰船 努力的在造 五號戰船也是 兩邊都是海戰對打狀況 固戰沒有太多的變化 好 但好超級是ACCN 這裡的村民終於能打得到了一點 右邊的危機大戰船 畢沒有料讓對手YO 這麼輕的招惱到 戰船也是很努力的進去再出 左邊的戰艦稍微有點刻不成軍 後方的火炮戰船直接在後面遠程打擊 好YO是手頂下的造船術 想要讓技能炮造船更便宜一點 終於有了一些石頭 開始插起了大石箭塔 OK 這個電塔可能也沒有辦法那麼使用 後面的經濟火炮戰船 射程已經在這裡 結果上方的奴炮戰船數量又開始堆積起來了 右邊反而已經沒有戰船了 YO的黃金已經歸零 只能靠著買賣 獲取更多的黃金 但YO這邊的木頭量是怎樣 還有6000多的木頭 ACCN這邊支援反而並不多 支援量都只剩下幾百而已 現在支援量非常的不夠 黃金雖然可以挖 但是能挖的地方也慢慢看得不多了 YO開始重新建起了箭塔 這裡再買個石頭 再繼續生查 只要能把這些黃金給控住 那ACCN自然就會投降了 YO的想法非常正確 只要讓對手沒黃金 那我們就能拿下比賽 這裡賣了非常多的木頭 換取了一些黃金 造了更多的奴炮戰船 火炮戰船開始拆除後方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看起來又不飽了 YO重新把黃金給拿了回來 開始要大爆挖黃金了 後方圍巾的火炮戰船還有7艘 現在要反擊箭塔回去是可以的 結果YO這邊這些彈箭留些在後面發呆 結果右邊直接殺進去了 巨型投資機終於拆掉城堡跟城鎮中心 右邊經濟開始變差 YO這邊可以考慮轉一些肉碼 畢竟朝鮮是有大肉碼的文明 現在肉有點多 但是肉沒有打算要轉肉碼 而是轉成一些黃金繼續打海戰 海戰只要拿下 遊戲就會結束 YO的想法也是正確的 現在看起來戰毛兵也是慢慢伸入進去 好大型尖塔這邊開始來偷抓聰明了 好舒服啊 現在ACC的聰明數開始下降 105吋106 不要約少 好三層繼續往前補 YO的黃金的數量並不是那麼多 需要再補線聰明過來挖金礦才行 好這裡城鎮中心重新補了起來 可是箭塔還是在繼續輸出 軍警投資機也架了起來 這一根城鎮中心看來不保 YO的資源全部歸 剩下10位數連百位數都不到 ACC的經濟已經完全炸裂 後方的村民還要跟這些戰毛兵互打 村民數碰到下降 ACC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把YO戰船打得十分漂亮啊 沒想到黃金本來是非常劣勢的狀況 後面用這些火炮戰船 慢慢把這個優勢打了回來 打了回來之後把金塔重新插入 讓YACC不能再穩定一包黃金 把這個黃金全部拿回來 那我覺得朝鮮的工會制度 在這裡也是起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重要位置 沒有這個工會制度的話 沒有辦法換到更多划算的黃金 那就沒有辦法造出更多的 奴炮戰船扛住正面 讓火炮戰船可以有出出空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YO拿下所有的資源的 誒不是所有 是只有食物跟木頭 畢竟黃金是ACC挖了很長一段時間 那我竟然是多挖兩塊石頭而已 石頭量其實差不多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